對於這次是不是立法院國民黨立委會前往這個大陸來訪問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重要的時刻 不只民進黨政府把兩岸推向兵凶戰危 在全世界的媒體都報導 兩岸的關係非常非常的緊張 我們看到現在在阿拉伯世界的國家已經不斷的發生了衝突 在俄國跟烏克蘭的戰爭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全世界都報導台灣海峽是最可能第三個火藥庫即將引爆 我想在今天兩岸斷線的情況之下 我們人民只有自救 包括現在觀光產業不斷來澄清 現在觀光產業不只是寒冬 而且大量的解聘潮未來可能會發生 還有現在我們有這麼多的農醫產品 沒有辦法來行銷到大陸 因為沒有辦法做一個良善的溝通 今天不只是為了台灣人民能夠安居樂業 還有這麼多的產業百公百業都迫著的希望兩岸不只要交流 更希望人民能夠全面的來互同觀光 能夠讓過去兩岸和平年代 所有的這些百公百業能夠共享和平紅利 能夠有這麼多的這些觀光團客來到台灣做環島的旅遊 而且在震災之後更有所有的這些災區的這些觀光產業 真的是七七殘殘殘 加上全國的這些百公百業都有希望台灣能夠回復兩岸的持續的溝通 協調對話以及人民的互相的旅遊 我想在520之前 賴總統還沒有上任之前 我想這些問題如果在野黨能夠來加把勁 把這些問題能夠盡快來推動 能夠走向緩和 能夠讓觀光的這些旅遊能夠持續的來進行 我相信台灣百公百業都能夠春暖花開 都能夠回復原有的榮景 我想身為國會議員本來就是要承擔所有的責任 政府不做 我們自己來做 來推動兩岸的對話 能夠帶動兩岸的和平 還有百公百業都能夠興旺 讓觀光客能夠再次走進台灣 讓我們的農藝產品能夠再行銷到中國大陸 我想這是我們全力要推動的事情 對於民進黨會不會在院會期間來偷襲這個國民黨 把報告事項再把它拉下來 我再次的跟全國國人報告 只要民進黨敢偷襲 我們下一次院會就把它導陣回來 不會有任何的損傷 民進黨只要敢來犯 我們立刻就會懷疑顏色 我們所有的法案都不會受到任何的耽擱跟影響 因為即便是禮拜五被影響到 我們禮拜二馬上就可以回復 我們只要動員就可以回復 甚至呢 復议期啊 是有兩次的院會期間 兩次的院會都可以來完成復议 所以我們並不擔心民進黨的偷襲 從這個會期開始到現在 民進黨的幾次偷襲 都被我們迅速導震 所以呢 我想柯總召 代理的民進黨團 不要對全國國人期盼的這些民生法案 或是重大的政府改革事項 來做這些 趁人家不在家要偷襲 沒有問題 我們在同事院會 就能夠回復正義 把所有的這些議案都能夠導正 沒有問題 任何一個家庭的孩子 都應該有 順利平安健康成長的權利 我們不希望 在任何一個家庭裡面 有任何家暴的行為 所以今天 兒少法的修正案 正是保護孩子能夠平安的長大 我們也希望 每一個家庭都能夠順利平安 和樂融融 對於這個 對家裡不應該有的情況 我們都希望 他們能夠導正 讓家家戶戶都能夠健康平安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一旦 在訊息髮上 在訊息中